台中土火区台中借文系統 由民國83年開始幾月 他會今年在通車客用 但是其中借文略算延伸到競化案 卻因為競化館政府和競化市公司不一樣 所以市場一直沉下去 今天競化館也會在定期會議程當中 特別佔經議程 基本台中土火区台中借文系統 後來溫馨八噸延伸算延伸大專地報告 修正案將在今天三九九都沒來新早 台中借文略算將在一百九九年代建設通車 但是延伸到競化的可行省研究 所以競化館也會在今天特別佔經議程 由競化館政府港部署 卻對目前的政党進行全地報告 管戶港部署中標誌 台中借文略算延伸到競化的部份 以下在競化汽車在三宅 當時也增加到六公里半 修正案在今天三九九通報新早 延伸到競化段的部份 原來規劃四處車站 那我們在這次的修正報告裡面 把我們競化為了配合我們競化東區 擴大都市計畫以及未來台化廠區的再發展 所以我們競化端的部份 未來會有三個車站 那整個的長度 由五點三三公里增加到六點五公里 所以相對的經費也會稍微的增加 那這個可以滿足未來我們競化這一邊的需求 那也回應了整個審查委員的意見 那第二點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們這個推動的情形 那捷運的部份跟我們鐵路高架化一樣 因為都是屬於重大的交通建設 都要經過可行性研究 綜合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計畫變更 再進行到工程招標的部份 那在交通部因為訂定有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及周邊土地開發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那在這個要點是在101年訂定 那107年做修正 那因為台中市之前已經做過整體入網 所以彰化線在101年的時候 還沒有做整體入網 所以延伸線的部份就是 委由台中市政府來辦理可行性的研究 那我們也透過中台灣區域平台 將後續的這個延伸線的綜合規劃 還有未來營運的部份 也是由台中市辦理 那整個我們彰化段的都市計畫的部份 就由我們彰化縣政府來辦理 台中這運動線的新高彰化 已經在立比前線基礎建設 替德文書建設 彰化館政府也希望可以在這條議會的支持 跟台中市政府合作 將出現所同規交通部的新測 測至日進來後續的時期開發 還可以出現中華管理經濟的發展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鳳博德 由台中市發展 有關區域平台 結束 在北邊的顏值